一只蝎子面对数以千计的乙群 形势积极可危 眼看就要被乙群吞噬 但是蝎子为了生存 凭借惊人的意志力反抗乙群的视野 最终逃出生天 男子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教育儿子 做人一定要像蝎子一样坚强 没有坚强的意志 会被生活啃得连骨头都不剩 儿子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 男子叫作博之伴藏 时事被忍者白井流的高手 忍术以凶猛迅捷著称 当他带着儿子返回村子之时 却发现整个村子里竟然没有一个活口 他的老婆赫然也在其中 望着妻子倒在血泊中的身影 他被痛苦攥住了心脏 愣了半晌 突然一群蒙面杀手出现 二话不说直接出手 他当场发狂 将所有的怒气 通通朝那些杀手发泄出去 一个人单挑数十个人 触招迅捷凶狠 几乎是眨眼间的功夫 所有的杀手被杀得人羊马翻 遍地碎块 但这仍不足以发泄他心里的仇恨 就在这时 熟悉的杀手头领绝对灵度 竟捏住了他的儿子 命令他下跪求饶 原来今天白景流被灭门 完全都是中国暗杀组织 林奎教的手臂 双方速来都有仇怨 半葬不敢反抗 只能照办 灵度一招寒冰真气将其动作 手中一紧 竟然当便捏死了他的儿子 然后又是一个冰锥 结果了他的性命 他死得屈辱至极 化成厉鬼也不愿往生 魂魄被锁在冥界里面 受尽了折磨 看到这两位招牌人物 相信看过前两期解说的小伙伴 已经猜到 今天说的是 真人快打系列的动画电影 名为蝎子的复仇 这一部的世界观 仍和95年的 魔宫帝国第一部 大致相同 一个将魔宫帝国的高维度势力 想要吞并以地球为核心的宇宙 又不得不遵从 古神立下的规矩 和地球进行十场 致命格斗大赛 如今魔宫已经连胜九场 再胜一场 地球就会完蛋 因此地球守护着雷神 暗中选定了三个高手 并对主角少林武僧刘康 进行秘密特训 传授天人合一的高节武学 去参加致命格斗大赛 在这一集里 雷神算是刘康的老师 另外还有在 《魔宫帝国一》里 我们详细介绍过 负责搞笑的 好莱坞功夫明星 乔尼凯奇 以及特众部队的女精英 索尼亚 她和搭档贾克斯 正在追捕黑龙会的头目 鬼面卡诺 镜头在转到冥界 一个鬼力正要过来折磨伴藏 但是伴藏竟然凭借 复仇的意志争夺锁链 一刀就将其劈成两半 面对成千上万的阴魂 她毫无惧色 即便这里是地狱 她也要踏碎地狱 冲出去报仇 经过数日的苦战 她从尸山雪海中爬出来 终于到达了冥界的鬼殿 一个自称为 全吃的死灵法师 拦住了她的去路 这个人在冥界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伴藏心想 只要打赢了她 或许就能回到人界 但是在冥界的规则之下 全吃只要一个念头 或者动动手指 就能让她魂飞魄散 但是全吃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希望伴藏 为她去人界做一件事 什么事呢 魔王的代表上宗 将和地球举办一场 致命格斗大赛 冥王和魔王都希望地球完蛋 所以暗中配合 因此她希望伴藏 能代表冥界去参加大赛 但参赛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 很久之前 她的师父冥王西诺克 被古神囚禁 有一枚护符是释放冥王的钥匙 而这枚钥匙就在上宗的宫殿里面 假如伴藏能替她偷回药匙 那么冥王被释放了之后 将会复活伴藏死去的家人 最重要的是 那个大仇人绝对零度 也会去参加比赛 伴藏连命都没了 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呢 全吃的条件当然不会拒绝 于是她答应下来说 伴藏已经死了 从此她改名为蝎子 只为复仇而生 镜头再转到三个重点比赛选手的身上 他们在雷神的带领之下 坐船穿过结界 来到了各宇宙的交汇地带 这个巨大的小岛 是上宗用魔法创造的结界 山顶上是一座阴森森的圣殿 在丰盛的晚宴上 作为东道主的上宗 很快就讲明了比赛的重要性 规则很简单 神不能干涉比赛 地球人只要通过单挑格斗 进入圣殿战射boss就算胜利 不过按照以往的比赛来说 地球人已经连输了九场 这一次应该也不会例外 按照古神的规定 将会被他的主人魔王绍康收入囊中 为了提前庆祝胜利 他准备给选手们来点娱乐节目 助助兴 紧接着 黑冷会头目卡诺 压着一个特种部队成员 走进了大厅 索尼亚一看是搭档贾克斯 想要上前去营救 却被姐姐给阻止 贾克斯说 卡诺为了躲避特战队 投靠了上宗 他追到这里就被抓了起来 现在上宗居然让他对战 前九届的格斗冠军 半龙人格洛 这和送死基本没什么区别 格洛身材魁梧的像一座巨塔 打贾克斯就像大孩子一样轻松 所以基本毫无悬念 贾克斯的两条手臂 被硬生生的扯断 还好雷神及时出现 挥手之间电飞了格洛 贾克斯才得以保命 所以后来 他的双臂才会被改装成一对铁拳 与此同时 蝎子悄悄潜入了宫殿的深处 寻找解救冥王的钥区 就在蝎子用锁链干倒守卫 刚找到密室之时 雷神再次出现 用先知的语气劝他 最好不要拿走钥匙 因为全吃只是把他当成一枚棋子 是座棋子还是摆脱棋局 都在他一念之间 蝎子反问道 全吃的条件太过丰厚 他还有得选择吗 雷神继续说 副手只会让人困在过去 而人活着是为了将来 选择权始终都在自己的手里 说完就转身离开了密室 蝎子听完 盈盈觉得这个室外高人话里有话 也就是说 拿走钥匙也未必能复活他的家人 难道说全吃一直都在骗他吗 所以他决定还是忍一忍再说 镜头再转到大厅里面 娱乐节目结束的同时 上司翁也马上宣布 格斗大赛正式开始 每个选手都会被随即传送到一个区域 面对另一名对手 我们先说凯奇 事到如今 他还以为自己处在一个 比较逼真的电影片场 这些演员在他的眼里 都像神经病一样神神叨叨 就在他四处游荡之际 一个满嘴疗牙的塔克坦族战士 差点要了他的小命 那家伙手上的双刀可并不是道具 这分明就是一头怪兽 他吓得立刻撒腿便跑 顺便机智地引爆了附近的弹药库 没想到这波爆炸直接炸死了恐怖的怪兽 他幸运地成功晋级 另一边 索尼亚在沼泽里遭遇了一个 既会隐身又会释放毒液的蜥蜴人 就像铁血战士一样 美女边打边逃 最终利用污泥才让其献出原形 然后一招夺命剪刀脚 直接剪断了对手的脑袋 十分的犀利 而刘康的对手当然还是公主吉塔纳 这家伙作为整个系列主角中的主角 功夫十分了得 一对火拳瞬间就把公主击败 不过他怜香惜玉下不去中手 间接赢得了公主的芳心 获得晋级之后 三个主角结伴同行 准备前往圣殿 在半路上 竟遇到了正对灵魁教士兵大开杀戒的蝎子 蝎子来比赛只想复仇 当然他对地球人并没有什么恶意 所以双方不冷不热倒也相安无事 本来下一站的对手是黑龙会卡诺 但是这个罪犯根本不按规则行事 带领大批士兵准备把他们全部消灭在这里 关键时刻 蝎子居然率先出手 一锁链就是三颗人头 三名主角见状 马上各显身手 拿出了看家门领 不出一颗的功夫 这些不入流的士兵 全都变成了满地的罪块 卡诺见士兵们太弱 赶紧亲自上阵 结果一个蓝衣人者突然出现 冻住他的枪口 骂他玷污了神圣的单挑戈斗赛 一脚将他踹下了悬崖 绝对灵度的出现 让蝎子十分的意外 正所谓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蝎子的战斗力直接暴涨五千 立刻跳出去直取灵度 用的全是杀了一千 自损八百的拼命招式 根本不屑于防御 为了族人 为了老婆 为了儿子 他招招直取要害 即便灵度再强 遇见如此不要命的人 也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最终蝎子抱着他跳下了悬崖 一起插死在石柱上 同归于尽 大仇得报 他终于可以放下一切 闭目安息了 但是突然一个人影出现 正是全吃 接下来蝎子听到的话 就像炸弹一样 炸得他难以瞑目 因为全吃说 他的仇人 根本不是绝对灵度 而是全吃自己 幻化成灵度的模样 灭了他的全家全族 再抛出复活家人的条件 就是要让他 在冥界安心为他卖命 全吃费尽的心机 全部复住东流 当然非常的失望 决定把他挂在这石头上 永世不得超生 蝎子根本没想到 真正的仇人 居然会是全吃 他再次点燃了 复仇的意志 无尽的仇恨 支撑着他 竟一点一点的 将自己拔出了石柱 还好他早已死过了一次 又强悍的不死之躯 所以打定了主意 要将全吃错鬼扬灰 另一边 索尼亚追赶鬼面卡诺 来到了圣殿的地牢 卡诺这人 根本不讲武德 放出了一众囚徒 又是以多欺少的套路 索尼亚顿时陷入苦战 结果双拳男低四手 即将被杀死之时 开启强犯登场 俩人组成CP 一拳一个小朋友 卡诺区区雷射演的技能 根本不够看 几乎是瞬间 就被打成了饭盒 我们再来说主角刘康 他最先到达圣殿大厅 准备挑战终极boss 上松确实信心满满 要击败他的九届冠军 谈何容易 废话不多说 格罗出场才一个照面 就把刘康轰飞了出去 刘康的身材紧着对方的一半 吃了个闷窥 立刻发挥自身迅捷的优势 少林七十二路绝技 使了一遍 打的是惊险至极 也没能真正伤害到格罗 明眼人一看 就知道刘康输掉比赛 这是时间问题 于是拳持一边提前恭喜上松 马上要为魔王立功 一边端出早就准备好的毒酒 准备暗地里把上松给毒死 盗取钥匙 但是上松这个人 同样阴险狡诈 心机城府远超拳吃 他早就识破了拳吃的目的 因为这个拳吃 妄想拿到钥匙 将冥王西诺克取而代之 他到处毒酒 然后一招魔法将其捆住 准备比赛结束 就把拳吃操作到西方极乐世界 拳吃本来和上松的实力相当 都比真正的神 力如雷神差了一个档次 而且又失去冥界规则的加持 实力大打折扣 所以才会出现这一幕 大厅里的决战仍在继续 不是刘康不强 而是半龙人格洛太过变态 吃了烈火拳 佛山无影角等等各种绝技 依然屹立不倒 反而把刘康寝住 要来个四手分尸 就在这关键时刻 一条地狱锁链从背后偷袭 瞬间洞穿格洛的脑壳 轻松将其送走领了盒饭 来人正是蝎子 格洛虽然死了 但形势依然没变 蝎子是代表明界支援上松的选手 一样代表了魔王一方 所以比赛并不算结束 上松健壮赶紧给出了条件 只要蝎子能击败刘康赢得比赛 就把拳吃交给他处理 摆在蝎子面前的 又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凭他的实力 击败周上的刘康应该不难 但若是赢了刘康 地球就会完蛋 他突然想起了雷神说过的话 人活着是为了将来 选择权始终都在自己的手里 他虽然是个阴魂 但是骨子里仍然向着地球 于是他假装要和刘康对战 实则一个瞬移挟持了上松 并宣布当场认输 上松恼羞成怒 正要发招杀人 雷神立刻站出来宣布 蝎子认输等同于魔宫帝国 输掉了比赛 所以他再也不受 古神规则的约束 可以随意出手 上松见有雷神在此地 根本逃不到便宜 只能灰溜溜地打开传送门 逃回异星去向魔王报告去了 上松一逃 整个结界失去他法力的支撑 马上开始崩溃 雷神带着刘康赶紧离开了圣殿 但蝎子并没有离开 因为全吃的大仇还没报 二人一言不合再次开打 前面我们就说 这里并不是冥界 所以全吃的实力至少下降了一半 竟然只能和强悍的蝎子打成平手 而蝎子身背血海身仇 又经过低欲火的碎炼和仇恨的加持 此消彼仗之下 让蝎子此时无限接近于神的力量 因此他拳拳碎骨刀刀喷血 各种大招来上一套 全吃死得非常凄惨 最后被活活烧成了灰烬 到此为止 蝎子大仇终于得报 在姐姐彻底崩溃之前逃了出去 三个地球的选手也安全返回 凯奇和索尼亚也收获了爱情 只是可怜了我们的主角刘康 在本集重启故事里 居然只是打了个不错的酱油 不过大家尽可放心 按照MK系列的剧情 刘康最终是要打败异形魔王 继承火神和雷神的双重神位 从火拳刘康到火神刘康 应该还会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实这部动画版也和最近推出的真人版剧情 差不了多少 都是从蝎子的复仇拉开的序幕 不过真人版应该不会有动画版这么随心所欲 这么硬派这么狂野 所以个人来说 更喜欢动画版要多一些 小伙伴们 你们喜欢哪个版本呢 好了欢迎关注评论 感谢你的观看 我是指风君 我们下期再见